《月經》 《月經》在主你平常就要超度了 放蒙山咩 你平常就要溝通了 這個是這樣 你做的越準備越好 你的成功力越高 超度月經在主就只有一個方法 叫放蒙山 我們障礙有兩個 一個叫業障 這個業障就是敗倡 你做了殺到一萬的業 這個臨終會障礙你 第二個是鬼神障 就是我們曾經傷害過某一個人 傷得很重 可能我們欠他幾百萬沒還 那很可能 然後他剛好在鬼神道 糟了 因為他在人道他也不知道 他在天界他也不會跟你計較 他剛好在鬼神道 鬼神道有神通 他知道你要出去了 他很可能會來障礙你 那麼這種鬼神道的障礙就很困難 尤其是你跟他有淹涅 第三人就說不上話 如果你今天去山上遊玩 你不小心觸怒的這個樹神 你跟他沒有淹涅 這個很容易溝通 我們出來 哎呀 他不小心 你向他懺悔一下 擦個香 擺個飯菜 跟他供養一下 OK咯 但是你不是一時的觸腦道而已 你是欠他的 其實請法師來 第三者也說不上話 因為你們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很難解開了 因為你真的欠他 他咬住你不放的話 他要跟你一時俱粉的話 你還真要拿他沒辦法 他如果不放過你的 因為你佛教界也不可能說去傷害鬼神 不可能 你看臉色道師也是勸他 哎呀 你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結果那個人有一個鬼神 纏住臉色道師一個徒弟 臉色道師跟他開始說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兩個兩敗俱傷 但是他就是要兩敗俱傷 你也沒辦法了 兩個都墮落 所以這種情況鬼神障 只有一個方法處理就是平常放蒙扇 跟他和解 有兩種情況我剛剛說過 如果他 比方說這個房子是個空房子 或者你到了旅館 這個旅館裡面本來就有問題了 或者你買一個新房子 這個房子很久沒有住了 那你進去也沒有撒勁 你不知道 你觸換他了 這個比較好處理 這種一般持大被作水 持能源作性給他吃 他會吐 吐出來就好了 但是如果附體是你過去有欠他的 他的業力那就很難處理了 這個誰也沒辦法了 因為他站在理上 你被他找到了 那如果他願意和解 創造雙贏 我們送金給他 我有好處 你有好處 大家心平氣和的找一個法師來雙方溝通一下 就是說現在他欠你了 他願意來跟你和談 他每天練佛多少 持咒多少 我們台灣就有人這樣用溝通的方式了 就是大家心平氣的把這個事情處理完 以創造雙贏的角度 這個最好 但如果這個鬼神他咬住你不放 那就沒救了 那就無解了 但是如果你持咒得厲害的人 你可以把自己保護住 持咒的人 如果你持戒親近 你再加上咒語 他也不見得幹得到你 最怕就是說他不想放過你 你自己功力又不夠 那就無解了 那就無解了 所以說練佛人要堅持大悲咒 保護自己一下 是吧 只要沒有淹蔑 這個都好處理 你進去一個空房間 基本常識嘛 撒進一下嘛 對不對 這個大悲咒水 撒進一下嘛 這個那個是撒進一下 這基本常識嘛 第一個跟鬼神溝通說 這個我的活動範圍在這裡 其他你要活動 至少你睡覺房間撒進一下 其他都是你活動空間嘛 他們互不干擾嘛 井水不換河水嘛 你睡覺的地方撒進一下嘛 這基本常識啊 本來就是這樣 你到一個新的地方 先撒進一下 宣示你的活動領土啊 互不干擾 請示法師大正佛法的修學次第為何 那麼這個好 如果你是年紀已大 體力已經衰弱 衰弱了 年紀已大 體力已衰 你就直接專攻淨土的善根 信心 願意 剝蕾 善快 不斷的操作 就夠了 如果你還年輕 以下是我的建議 第一個為事一定要小 為事節太重要了 讓你瞭解你自己 因為為事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談言起 阿拉耶穌 就是你到底無量劫來 你到底怎麼過的 你一路走來是怎麼過的 第六一世創造妄想 第七一世把妄想執著 前五世的感受 給第六一世的妄想 第七一世執著 然後回存到第八世的倡庫 然後第二三再把它釋放出來 就是循環 就是你了解為事 你會知道你這個過去的生命 到底你是怎麼回事 了解自己 任命的為事先了解自己 那麼開悟的任言 任言是一定要小的 它會讓你先離相 找到你的家 離一切相 開悟的任言 成佛的法法 法法經也要小 因為它集一切法 它借相修心 任言經把相消除以後 法法經再把相借回來 這個時候 我要借眾生相來修不思 對不對 我要借逆境的相來修忍辱 所以任言經是把相全部都洗掉了 善的惡的全部歸零 到了法法經的時候 從空出甲 再把相再借回來 但這個時候是借相來修法 我要布施的法 我要借眾生的相 我要歸一的法 我要借佛相 你要借很多相 再把它借回來 借甲修正 用相來修善根 我們這樣子講好了 一張圖畫 已經畫了亂七八糟了 任言經呢 把它全部都擦掉 這個黑板全部擦掉 花花經再把它新的東西再畫上去 任命的為是 開悟的任言 陳佛都跑跑 最後你如果這三個基礎打得好 再會貴到一切莊嚴的淨土 那力量就夠了 你的根基打得扎實 如果你已經六十歲了 我前面講的話通通不算 你就把彌陀耀吉好好研究 抓住幾個核心思想 玻蕾信心願力 然後跟佛號儘量建立好的關係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先離相 然後建立信心 建立願意 然後提起佛號 所以看你的精神體力來判斷 請法師開示 我們如何意念極樂世界的莊嚴 以及四十八言的功德 那麼請法師指示開導 我們念佛 從進主宗的角度來說 它有兩個 一個是念佛的力道 一個是念佛的引導 這引導就智慧了 念佛的力道是屬於禪定 初學者先成就念佛的力道 你必須先把妄想當中 把佛號建立起來 這第一個 你都沒有建立佛號 你怎麼引導佛號呢 所以我們在念佛的時候 剛開始當然就是先聽聲音 一進佛彌陀唸聖聽 先試著聽聲音 聽到你的聲音 你的心中已經有點狀的佛號了 當然參雜很多妄想 所以心理佛號專利安住不難 但是等到打佛機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時候 關鍵在於心理佛號相續安住 這個就不容易了 你怎麼把點狀的佛號變成成片 也就是說它本來是一個散亂的煉珠 你怎麼樣用這個線把它串起來 讓佛號相續 讓妄想慢慢減少 那麼這個時候 印光大師就提出一個方法 有人說一大師 我念佛的時候妄想很多怎麼辦呢 印光大師說 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鑽 要他鑽 你這個佛號後面要多一份的堅持 但是堅持從什麼地方來 就修皈依了 其實我們這幾天也講過 你必須要把自己觀想是你必須 你是一個業障凡夫 你是一個要被救把的眾生 而彌陀有48元他一定可以救把我 所以我對佛頭歸瘟 如果你跟佛號之間沒有建立任何的定位 那他只有一個陰身 你一定不可能把佛號連好 不可能 這個勉強不來 你們之間沒有關係 你必須跟佛號有 你看人跟人之間 為什麼你跟你的母親一直可以互動 因為你們之間有關係 她是你的母親 為什麼你的子女跟你一直有互動 因為你們之間有關係 她是你的子女 我問你 你跟佛號是什麼關係 我跟佛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就完了 沒有關係 她只是一個陰身 你怎麼練得好呢 你肯定要有個關係 她是你的舊拔的唯一的主人 是這種關係 她是你老闆 她是我的根本尊 所以你必須要跟她有一個關係 說得清楚一點 你對佛頭要有所求 所有的修行一開始都無所求 聖道們 淨土中例外 淨土中是要有所求 如果你對佛頭無所求 那就完了 你們之間關係就沒了 你吸求救拔 佛頭剛好可以給我們救拔 所以你才可以堅持佛號 就好像貧窮人 他吸到錢 他看到珍寶 這個珍寶他就抓住了 所以我們剛開始必須跟佛陀 建立一個歸一的心 第一個 你跟佛號有歸一的心 佛號就升起了 接下來幹什麼呢 這個佛號是一個無量觀無量獸 他沒有方向性 你怎麼引導他 就是善根問題 第一個信心建立佛號 第二個月曆 你要讓佛號引導到兩個方向 第一個燕尼索佛 第二個星球極樂 星球極樂 那就智慧了 這就是智慧的問題 那麼我們念佛的時候 先是建立信心 我們必須對佛號有信心 我們才可以把佛號建立起來 因為妄想他會抗拒佛號 所以那一份堅持是由信心建立起來 當然當佛號在心中建立起來以後 你必須用智慧來觀察淨土的功德 這不是佛陀而已 就要淨土了 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園 娑婆世界的過失 讓我們願意娑婆心求極樂 把佛號引導到淨土去 所以我們念佛人是做兩件事 第一個 對佛陀的皈依 升起這個心中的佛號 專注力 第二個呢 對淨土的心求 把佛號帶到淨土去 一個是建立佛號 一個是引導佛號 兩個東西 建立佛號是禪定這部分 那麼引導佛號是智慧的部分 這個地方很重要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淨土中的基本功 基本功 建立佛號引導佛號兩個 所以你對淨土中 你對淨土要很熟悉喔 如果你到現在 有人問你說淨土長得什麼樣子 你全部都不知道 那你就不能引導佛號 因為你不知道你怎麼引導佛號呢 你憑什麼說服你自己求生淨土呢 我們不可能對一個陌生的東西 生起好藥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要喜歡一個東西 你必須了解它 了解它的好處 所以我們淨土中 你在平時就要訓練自己 第一個 你的佛號是不是能夠衝過妄想 你的力道是不是夠 這個是你跟佛陀的歸 佛陀 阿彌陀佛 第二個 當佛號建立起來的時候 你的佛號是不是能夠跟淨土相應 這個就是淨土的關係 所以我們念佛人 有兩個東西要了解 第一個阿彌陀佛是什麼 第二個淨土是什麼 兩個缺一不可 一個是佛號的建立 一個是佛號的引導 當然你也要了解說服世界是怎麼回事 你才可以願意說服 這個是基本功喔 建立佛號引導佛號淨土中的 最基本的 你的功利這兩個是基本功 靈命中就靠這兩個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激過極度世界 對不對 所以只好從經典上學習 但是這個地方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注意還記得 我們第一檔課講到觀心 耶心觀佛對不對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意想七寶石 八功德水的時候 重點還不是把它關得很清楚 因為七寶石誰也沒有看過對不對 八功德水你也沒看過對不對 我也沒看過 但是你要把它的功德想出來 意念它的功德 不要意念它的相狀 我問你 你當初要來加拿大的時候 你也沒有看過加拿大對不對 但是你一定有人會描述加拿大的好處 比方說天氣很不錯 比方說這邊的人性很善良 等等 你必須把它的功德都集中在一起 說服你自己去喜歡這個東西 你才會產生動力 然後往這個方向走 對不對 但是重點還不是那個相 重點是那個功德 極樂世界的功德 其實它的相狀只是一個概念的相狀就可以 但是你要把那個功德記下來 最好是記住它能夠吸引你的功德 就是說比方說 我病動很多 這個方面對我來說 極樂世界沒有病痛 能夠吸引我 就是說因為它功德太多 你真的記不住了 太多了 它寶石都放光 但是有些人覺得這個對我本來不重要 你就別記了 它必須 你覺得這個功德對你很有很大的吸引力 能夠引伸你往生願意的 這個對你就是妙法 因為阿彌陀佛創造極樂世界是為很多人創造的 對不對 但是你選你自己要的部分 然後你心中把那個圖畫出來 每天告訴你自己 這就是我來神去的地方 你要能夠產生意樂 心求極樂 所以你必須把它的功德做一個整合 那麼這個資料從哪裡來呢? 從阿彌陀佛心、從無料搜集 你不能自己想像 你要一直生原諒對不對 對不對 佛陀說的話 佛陀是精口 比方說你有些人對水很敏感 他對水質 因為水每天你要喝、要洗澡 都是靠水 有些人對水很敏感 這個八功德水對你就很有用了 它八種功德 你說佛世界 你福報再大 你都不可能創造一個八功德水出來 你頂多把水過濾過濾這樣子而已 是吧? 所以你必須把極樂世界的功德 和不是那個象狀、那個功德 把它記下來 然後每天跟自己 說服自己 我應該到那裡去才對 然後你總有一天就會過去了 真的 你心已經往那個方向走 這個樹 它已經往西方傾倒 你把它砍掉 它只有一個方向 心力不可思議 真的 你心經常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你必須要說服自己 把往說佛世界的方向 把它調整到極樂世界的方向 這個就是你的功課 說服自己 這個我們叫改變思想 改變思想 這個願力比戀佛更重要 如果你戀佛功力不夠 還可以往生 但是如果你佛號的引導錯誤 就完了 佛號電子再多都沒有用 因為它這個能量很強 車子開得很快 但是方向開錯了就完了 它往說佛世界開過去了就完了 所以思想的引導是比戀佛的力道還重要 大概你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可以創造佛號 只是說你的佛號是專注還是成片還是一心 但是如果你這個佛號引導得好是更重要 更重要 比你把佛號練好更重要 所以你年紀大了你不一定要廣學多文 但是起碼有兩件事你要知道 第一個阿彌陀佛是什麼 你至少把四十八音讀一次 你確認它可以救把你 這個第一節 第二個 你把淨土進入有光淨土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你至少了解一下 你對佛陀對淨土都要了解 你如果完全陌生 你就不可能把佛號令好 你也不可能往生 陌生的東西你不可能產生耗藥 不可能 不合乎人性 你看 你看那些動物學家 它要保護海豚 你知道它怎麼保護你知道嗎 它把海豚介紹給你 對啊 你要了解海豚你才會喜歡它 它把好豚的優點告訴你 你看海豚善解人意 海豚很善良 它的目的 它為什麼要拍這個影片 它就是要你喜歡它嘛 你肢長會保護它嘛 所以了解是很重要的 這是正知見 所以你如果到現在第一個 阿彌陀佛到底花了什麼願 你都不知道 危險 第二個 淨土長得什麼樣 你也不知道 完了 完了 我再講一次 你不可能往生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不可能 生命沒有偶然 生命叫只有諸法 只有因緣生 沒有一件事情 你現在出現在你生命的任何一個東西 都沒有一個是偶然的 人生沒有偶然 都跟你過去生的 你用了很多心思 你造了很多業力 你今生才會跟這個人在一起 才會遇到這個事情 這叫諸法因緣生